新加坡人最喜歡來短暫出遊的地方 這裡的人民風貌、自然景觀 和街頭美食都是叫人榴槤忘返的 還有這裡的陽光也非常熱情 老對女人來說 可能最擔心的是美貌不在 但對一個媽媽來說 我最怕的是跟不上女兒的腳步 好, 大家好, 我是楊彥彥 我一開口你已經知道我不是廣東人 但是我盡量說, 你盡量聽吧 今天來到檳城 我要帶你們去找一個 影后天后貴妃級的人物 她的名字叫馮寶寶 你是不是她的支持者? 我是, 快點去找她吧, 走吧 一起走吧, 走吧 那我走了, 再見 寶姐姐在哪裡呢? 你有空嗎? 幫幫忙找一下吧, 麻煩 快點吧 是 你是不是約了我在這裡? 我先打電話 我先打電話 你姐姐在哪裡呢? 有人會來這裡找馮寶寶? 馮寶寶? 馮寶寶? 你好, 我… 你好, 寶姐姐 馮寶寶, 是華人世界 最佳語護曉的大明星之一 她三歲入行 六十年來陪伴無數觀眾成長 寶姐姐, 你很漂亮 看你 為何裝得這麼老 好玩 我這輩子的工作 都是裝這扮老的 是嗎 你是一個超級演員 但剛才那個 我覺得是比較吸引的人像 為何?年紀大, 一定是白頭髮 一定慢, 行得很慢, 寒冥 寒冥 又要身形湧腫 你現在是一個完全跟她不一樣的人 其實最重要的是心態 是 號碼, 普通吧 我贊成 我希望我長大, 希望我會像你這麼漂亮 是, 你先長大了 謝謝 好 不過人生越來豐富了 是 又肯想一想 智慧一定會增長 當你有智慧的時候 晚星也會明亮一點 好像寶姐姐開始 寶姐姐, 為何你約我來這裡 今天要做什麼? 今天是我買菜的日子 我喜歡扮小子 順便約女朋友出來喝茶 這樣吧 你要不要跟我走超市? 當然要 來吧, 走吧 寶姐姐很享受去超市買菜的過程 因為她也是自己買, 自己煮的 還有, 她很注重養生 不賣 賢銀這次可以跟寶姐姐一起住 發現了她很多生活習慣 來吧, 我們一起來八卦一下 寶姐姐很好奇 為什麼你的果皮放在這麼漂亮的盒子裡 也不要浪費了果皮 我待會可以存起來用來洗鍋 寶姐姐說她在賓城的生活 休閒得來, 心靈又很腐足 這一天她帶了硬硬去設計師好友的餐廳 寶姐姐, 我這幾天 看到你每天穿得這麼雍容華貴 再加上你在紅地毯穿衣服 這麼有霸氣, 這麼漂亮 你是不是每天都穿得這麼穿? 我不會每天穿得這麼穿 不過我來到檳城之後 才有這種心境、閒情 可以自由發揮我喜歡什麼顏色 什麼造型 是 還有, 因為我在英國讀… 展示設計 所以我對尾部有一個… 有一個敏感度 是 寶姐姐, 我知道你天性很喜歡學習新的東西 可否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你現在學習什麼呢 也不是學習的 不過我有興趣參加一些講座 例如如何照顧家裡有症狀的病人 是… 老人痴癌症的病人 以前呢?以前學過什麼呢? 我在1987年, 我去了加拿大 讀過一個心理學課程 叫做家庭療程 我想學習作為一個母親 如何跟我的兩個小朋友溝通 現在真的很有用 因為當時打掃底 現在就變成是朋友聊天 除了學校的東西 你也學了很多才藝, 對吧 我以前也有學過畫國畫的 聽說你也有鼓針 對, 有 我在大西洋城表演過的 對 聽說你也有… 我現在正在找… 找的, 露營 我在香港是有的 我想在檳城密室 我想學美星 是, 你多才多藝, 又喜歡學習 你真是一個終生學習的最好的榜樣 那我就變成了不會想老的問題 是的 還有很有熱誠, 生活很美好 你只會想到這些東西 重點會想著數字, 對吧 是, 我沒有人喜歡所有的 大家喜歡說… 不要忘記, 沒有人喜歡 是, 我在做這條目的 我這麼多年來 譬如我有拍舞和影片 那就有功夫了 有唱粵劇、時代曲、跳舞 或者說話表演 總之全部合在一起 我想有一個這樣的… 將它們融合 呈現出來 其實我更想有生之年 能夠親眼看到一些 愛惜了我幾十年的觀眾 第一件事,我要買票 一定要去看書 第二件事,我一定要買一本書 一定要看 一定要幫我簽名 你的書我送給你 送給你… 三歲已經萬眾觸目 之後更被餘為天才同聲 飛雪姐姐 轉眼,已是花甲 寶姐姐首度和觀眾唱談 老這個課題 現在我們是被教育的思想 接受到人可以健康地活到一百二十歲 六十歲其實是中年了 你想想,沈殿霞、林青霞 都是過了四十歲才生孩子 六十歲 只不過是很有智慧的 成熟的人士 我覺得這一集的單元 應該為了你改變 要叫做 成熟的人士 乾杯… 乾杯 這幾天跟寶姐姐 一起聽她說她以前的事 聽她說她以後的事 我學到很多東西 真的,年齡真是一個數字 不要經常看著她 過你自己的生活 過你想要的生活是最重要的 當演員的時候 我們不能過自己的生活 所以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拼命地把自己想要的生活 過得最盡 我希望大家聽到寶姐姐的故事之後 有很好的起發、興奮 各位新加坡的觀眾朋友 我當你是自己人才跟你說 你要有些態度才好 假裝自己這樣的年紀 你看看我 我們不是同一個年代長大的嗎 你第二次如果在街上遇到我 千萬不要第一句說 我自小就看你戲長大了 現在國際性的話題就是人口老化 你做老,我做化 化就是經過人生月曆 融會了智慧之後 對人生的體會 所以不要經常計算自己的年齡 就算有人問你 你今年已經六十了 你可以說 我今年十六而已 天啊 我能說一 estud 就要這一些貨? 我們fr küç你的尺寸